学测102年多选8 这一题就是在考指数跟对数的一个基本特性 尤其这种比较大小 如果可以画图我都建议用图形来思考 第一小题呢 这里有一个负看起来有点碍眼 我们先来看一下A7跟A9 现在A是怎样 A是一个底数比1大的 所以我们就是说你就要立刻看到这个东西 你就立刻想到它的图形 它是一个上升很快通过10 所以7跟9来说当然是A9大于A7 可是现在是负的 所以负的刚好就会倒过来 因为负的都可以提出来 负A7会大于负A9 所以第一个就可以这样看 那第二个呢 我们再看V 所以第二个的V小第二题的话呢 它就变成是去看 我今天是一个底比1小 底比1小的图的话呢 它就会那个 就是急速的下降很快就平掉 那这时候负9跟负7 负9跟负7来看的话 那就是负7比较小 负9的Y比较大 所以最后算出来值 当然第二个也是对的 第一个对 第二个对 那第三小题 第三小题的话呢 就是在看Log is ready 我们可以把A分之1先做一些整理好了 我们先来整理一下这个四字 就是说Log10的A分之1 其实是负的Log10的A 那Log10的B分之1 就是负的Log10的B 那以Log来看的话 它以实为底 它就是什么呢 对但是样子长成这样子 好 那A跟B A在这边 B在这边 所以这个 所以Log10A大于Log10B 但是加个负号就当好倒过来 加个负号倒过来 所以第三个就是错的 那第四个呢 第四个 以A为底跟以B为底 但是Log的图形都是什么 1的时候都是0 所以这两个就相等 都等于0 第四个也是错的 那第五小题 第五小题 比较复杂一点点 我猜这边错的大概就是 错在第五小题居多 第五小题 我们这样子来看一下 第五小题的话 就是LogBA 因为这个底不一样 其实有点麻烦 所以我们有时候 我们都会先把它换底 就是LogB比A 都可以换成这样子来看 另外一个是LogA跟LogB B 这个 因为B现在是什么 B比1小 这个是负的 这是正的 这是正的 这是负的 两个都是负数 但谁大谁小呢 其实就是不一定 这一体是不一定 所以 因为Log 因为Log 我们现在如果看绝对值的话 就是说 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 就是说B是四分之一 那A是2 B是四分之一 A是2的时候 那这变成负2除1 都以2为底 都以2为底 比较简单 这时候 这个就会变成 负2除1 就是负2 但这边会变成负的二分之一 这应该是 1除掉那个 LogB会是负2 1除掉二分之一 但是如果今天是B等于二分之一 A等于四 这边刚好会变成 倒过来 所以这边就变成是负的二分之一 跟负2 所以这个大小事实上是 会 就不一定 所以第五个是比较 麻烦一点 但是我觉得在第五个里面 我会建立一个感觉 就是说 你在看 就是说 Log的大小 尤其 你要看是1的几倍 像这个东西是1的两倍 这是1的什么 二分之一的平方倍 但是有一个是 导数都是四分之一倍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去 掌握它跟1到底差几倍 就乘几倍或除几倍 那个量要稍微抓一下 我这题是比较绕的一个 叙述就对了 所以这题的答案就是 答案就是1 2 那3 4 5都是错 第一个是 沈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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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